中国前首部黄光月案一审开庭代理 调查15个月 一张环环相扣的政商网络 无出水面 从民企富豪到政界达人 再到阶下之求 他经历了怎样的野蛮生长 又折射出中国商界多少光贯路里 地产思想家冯伦 财经作家吴小波 深度解读黄月案 黄光玉案 中国经营者敬请关注 在经过了15个月的拘禁之后 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前首部 即将回到梅 去当登下 2008年11月 国美前董事局主席黄光玉突然被警方带走 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 数位官员落马之后 北京检察院终于提起公诉 从目前检方的起诉书来看 黄光玉不但利用上市公司重组进行内秘交易 还通过香港国王连超的地下钱庄 从事洗钱活动 同时 他还向公安税务等行贿 共计456万公币 黄光玉案签设官员人数之多 层级之高 为另一年所罕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那么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法院在2月底受理了黄光玉案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3月底 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不久 黄光玉案就将开庭 那么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对黄光玉和他的企业 这个人和他的事 做一番分析的时候了 所以本期中国经营者 我们就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吴小波先生和冯文先生 来透视一下这个案子 1986年 17岁的黄光玉进京创业 他从电摊起家 短短十几年间 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家电销售帝国 国美电器 2004年 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 黄光玉身价过百亿 问顶账年度的中国首富 从中国首富到政界达人 再到阶下之求 他经历了怎样的野蛮生长 过山车班的经历背后 又折射出中国商界 多少光怪度敌 我们其实先想谈论一个话题 就是黄光玉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想请二位先给我们一个坐标 就是在整个中国坐标当中 你心目中的黄光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 中国典型的草根创业者的 这样一个个性 冯伦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纵横生意江湖二十年 写下野蛮生长一书 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 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他是从乡村 然后到了内蒙 又跑到北京 在登市口 又是这样 另外从小家境并不是很好 所以中国这种草根创业者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草根创业者 他没有任何权势背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靠勤奋勇敢 和不断的去做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种正面的讲叫顽强拼搏 那么出了状况就叫做胆大妄为 黄光玉自己讲过一句话 说我做事不需要五六分七八分把握 两三分把握我就敢做 当然他还有他另外的一些精明 就是在草根企业家对人情事故是非常懂的 草根生活在内容里 就是说钱和钱 人和人 利益和利益 所谓生活在内容里 就肉直接到嘴里 就完了 没中间又是筷子 又中间弄个托盘 拿块纸巾 拿块中间喝个香槟 中间玩一些程序 文明会把这个形式的东西越搞越多 这就是牛印和茶道之间的 所以我就说 他就基本上草根就生活在内容里 所以他对人性人的另外一面 看的是真正的是透彻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传统的 他生长的环境 也不能离开制度转型这样一个背景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个案 我们请小波 小波你研究了这么多企业家 你觉得黄光玉在你的框架体系当中 处于什么位置 吴小波财经作家 著有大败局 激荡三十年等财经抗香书 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式研究 我记得最后一次碰到他是在2008年的11月份 是在深圳 通财经的中国年度商业领袖的颁奖典礼 那天我也在 当时觉得有点魂不守舍 等于是几天后 北京就发生了被监控的事情 那么我看黄光玉 这个人其实年纪现在看来不是很大 但他其实中国基本上是第一代创业家的一批人 黄光玉他是十几岁 刮了个脚跑到北京 至于老江湖一代 老江湖一代 所以刚才冯冯讲的 他吐个本书叫做野蛮生长 就是他这个基本上是有强烈的野蛮生长的一个痕迹存在 我觉得这么谈太理性了 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冯冯你也是企业家 有一个词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 吐死狐狈的感觉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物伤其类 总是有一些心里头的感觉会比别人多一点 但是就从活生个人来说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身上有很多 我们说在草根生存的一些豪侠气 你比我讲一个很小的事 这算我跟他一起有过一段小小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很正常 有一个朋友租了他的房子 但是那个单位是个公家单位 是个国企 但不是很大的国企 但欠他房租 欠他房租要从那搬出来 他底下保安就不让他搬 那你欠人家房租 你就要走不可能的事 最后要扣他钱 要罚钱 然后保安比较凶 然后这样的话 你说作为一个公家单位的领导 就很没面子 就找我 然后希望我跟黄王毓沟通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就这么一个事 看看能不能照顾他 让他们先走 之后看是不是怎么罚款 你来担保 就说一下 我说要不就象征性的罚他一点钱 然后让他搬走 他说行 就照大哥这办 后来就听狂犒就办完了 他通过这件事情看 这种性格 不管黄光毓身上有 中国相当多的民营企业 大哥你说吧 你说照理方法办 就是通通这样的 这就是我说 草根创业者生活在内容里 其实黄光毓我跟他接触 我是觉得他人生有很多 他并不是像我们今天 把他定在一个什么刻板印象里 比如说我看他每天的生活 就是早上可能十一点钟醒 然后到办公室 啃两个包子就算是午饭 然后就一直开会 一直开会 一直开到夜里 可能凌晨三四点钟 然后回家 是一个非常亲眼的人 我不知道小波 你跟黄光毓有接触 你发现他身上有什么细节 你觉得还值得玩味的 我觉得我就印象 最深是有一次开一个论坛 然后他边上坐的是 一个人大副员长 我觉得是布贺吧 然后我就发觉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俩人自始至终 没有讲过一句话 他也没有跟他拉个进步 对 所以他确实有他那种 他肯定觉得也没话好讲 这个我觉得非常能理解 因为这个话语系统非常重要 不存在 就比如说我们 我做生意 我也觉得 这个人你要在生意场上混 胡语言叫无常接通 我们讲的不用那么复杂 至少你要三套语言系统通 江湖语言 商场的语言 官场语言 所以至少从这个世界看 他的官场语言 他只有一套语言 这是不通的 就是江湖最多 再加上商场的语言 官场语言不通 所以见到官以后 没话讲 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已经设计了 黄光毓案的一个核心 就是正常关系 就是他的语言系统和官场 或者说正商之间的这种沟通 一定会造成某种障碍 他以为他的语言系统 为什么最后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正商关系的纠葛 过一会儿回来 我们就探讨黄光毓案当中的正商关系 草根创业江湖方式 却陷入政商关系的深深纠葛 他跟这个体制打交道 找不到钱以外的语言 一位首富的陨落 是个性局限 还是制度性悲剧 其实越来越大的 越好 其实是在于 你离这个政治 或者离政府有多近的问题 地产思想家冯伦 财经作家吴小波 深度读解 黄光毓案 请记录关注 一年共两次海澜之家 每次都有新感觉 海澜之家 男人的衣柜 大盘走势预测 盛市公司评级 宏观政策研盘 券商成贵 各大券商的投资内参 权威机构的投资中研 你必须的操作指南 中一到中午 10点20至10点30分 为你把握股市投资的最前线 道中自有严如玉 道中自有黄金屋 明年财报金玉良言 导航财经资讯